演员杨幂是如今内地娱乐圈最红的女明星之一 无论身价还是人气都数一数二 当年神雕侠旅里清诚的小郭湘现在已经转型为性感小女人 与刘凯威的恋情也发展得十分顺利 但是关于她的负面消息却是不绝于耳 出了一直持续的整容消息 近日杨幂竟卷入刘志军事件当中 9月8日财经类网站证券知新发文称 自为新版红楼梦出品人之一 山西女商人丁舒苗曾组织多位参演该剧的女演员 与实验铁道部长刘志军发生性关系 而杨幂就是其中一个 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不但贪得无厌 对美色更是垂涎三尺 该网站称 知情人爆料刘志军曾在酒店嫖宿多名女性 其中就有知名演员杨幂 之前就有传刘志军重信过《红楼梦》剧组演员 而杨幂作为当家花旦当然难逃魔掌 对此杨幂的经纪人稀稀形容这个事特别寸 这事刚好发生在杨幂飞往纽约参加时装周这一天 秘密刚上飞机我就接到媒体打来的电话 秘密要飞十几个小时才能到纽约 她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 这件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无金之谈 关于事件本身不想多说 但这么大规模的重伤一个女孩子 我们必须要采取法律手段 杨幂经纪人随后还表示已经请律师介入了 两三个小时后律师的声明就会到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ש 中文字幕 李宗盛